福特Mustang Bleed是美式经典跑车 这款跑车不仅抓住了现代时尚元素 更是向电影中的经典致敬 而且过不了多久 这款新型跑车很快就能在国内上市 这一消息的出现 很快就引起了国内众多爱车人士的公民 希望这辆车能够迅速走向中国市场 Mustang Bleed特别版汽车正式发布 面向世界的时间是在1月5日的 北美车展前夕举办的福特之夜上 这款新车一经发布就引起世界的轰动 这款新车采用了绿色涂装 基于中期改Mustang GT打造 黑色车轮上又镀上了美轮美奂的装饰条 汽车轮也是采用了口碑极好的米其林旗下的车轮 细节处更是增添特别版标识 这也是这款车的特色之一 对比旧款 新款车型在外观上和性能上都做出了很大的改进 外观上 新车型针对悬挂套件进行了特定的调整 新款车型的车尾 座有Blade专属原型logo的标识 车里面内饰也具有特色 这版车型的方向盘 也采用了Blade专属logo设计 汽车的手动感的感尾 采用了白色球头设计 另外 这款新型车还换装了运动座椅 内饰上的设计也给这辆车型增添了很多风格特色 性能方面 新款车型在动力方面做了很多改进 新车虽说延续了野马GT的动力系统 搭载了5.0升V8大功率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345千瓦 最大扭矩617牛米 但新型车又配有传动系统 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 所以在外观方面 这辆车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肯定 而且在外观设计方面 可以说是走在了行业前列 动力方面 这辆车也做到了令大部分人肯定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福特公司 能够一直走在世界汽车行业前列的原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